Hello大家好 其实我在之前是一个不穿毛衣的人 因为我很不喜欢毛衣那种不轻浮啊 或者说有静电啊 或者说很重啊这种感觉 我就宁愿免穿多层的那种棉的东西 然后外面再套个羽绒服这样子过冬天 但是因为现在毛衣做的质量越来越好 穿起来越来越舒服 而且我觉得毛衣是一个春天秋天冬天 三个季节都可以穿 就是没什么局限性 然后我就来跟大家随便说一说 其实我的毛衣我觉得收拾出来 我自己觉得还挺多的 我吓我一大跳 然后我就先说我自己身上这一件吧 我其实现在在买毛衣 就是比较看重它的材质 我刚开始拿到这件毛衣的时候 其实我是想把它送人的 第一我觉得它有点重 我拿到的时候没有穿上身的时候 我觉得它有点重 但是我穿上身以后 就是越来越喜欢 就觉得很大气 不容易过时的搬行 而且买这种比较贵的毛衣 我的担心是 我花了很多的钱去买 但是却穿不了一两年 就起毛球啊刮道啊那些 我就会觉得很不划算 但是这件毛衣 我穿了一个冬天了 真的没有什么起毛球的问题 就它的质感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我穿起来 我就觉得非常的oversize 我自己很喜欢 这个毛衣 其实你下面是可以穿裤子 但是有时候 我喜欢用它来搭配 比较长款一点的衬衣 就可以配在里面 领子露一点点 挺推荐你们去买 它们牌子的一些东西的 我觉得质量那些都还不错 我今天的毛衣合计里面 并没有算我的打底衫 就是没有样式的毛衣 我没有拿出来说 然后我有三件它们的这个毛衣 一个是橘色的 这个是爆红的 就所有薄竹都在狂推的一个颜色 然后这个是一个 那是裸棕色吧 棕色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粉色的 然后这件粉色的 我就穿上身给大家看了 它的颜色其实我挺喜欢的 就是那种很嫩的粉色 然后不会像我之前试的一些 优衣库U系列的一个那种 就是有点灰灰的 就不太提气色的那种 这个我觉得就非常的提气色 然后我入的是S好的 我觉得刚刚好吧 它有一点点这种蝙蝠袖的感觉 大家反映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后面这个地方 是有点拱起来的 就是它无法 它应该是它设计的一个样式吧 就是就不是可以直接这样 一平的下去的 但是这件它并不是毛的 也不是羊毛什么的 它其实是棉的 这件橘色也和这件粉色一样 其实它是棉的 它不是毛的 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不够保暖 还有一个问题 我比较在意的 就是它非常容易勾坏 像这件橘色的 它就已经勾到这些 有的没的 这种小线头出来 我穿的时候 就会比较小心一点了 我自己是觉得 虽然说这两件 棉的比较便宜一些 但是我觉得这两件 可能就只能穿一到两年 之后如果说你起毛球了 或者说比较多勾坏的 没办法再穿它了 但是确实这个版型 我自己是挺喜欢的 也是他们家非常出名的 3D的那种技术而打出来的 很多人喜欢这个橘色 是因为这个颜色 真的真的很显白 就这个粉色 我自己就觉得 就比较适合 比较偏白一点的人 然后大家也看 我在这个毛衣里面 搭过黑色的打底衫 还有就是白色的高领毛衣 什么的 如果你里面搭一个 纯羊毛的打底衫 其实是不会太冷的 反而就是有一种 叠穿的效果嘛 好 这件就是里面 唯一的一件 就是比较成熟一点的颜色 但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一件 因为这件是100%羊毛的 虽然他们都用了 3D的那种针织的设计 但是这个的材料就会更好 也更保暖 然后我有时候配 就里面配一个白T啊 但是因为它的颜色 本身就比较深了嘛 所以我不太希望 就是深色和深色搭在一起 像有一点跳脱的感觉 然后这件衣服 我真的是那三件里面 最喜欢的 因为你羊毛的其实可以保存的更久 你可以用更多年 而且其实样式是一样的 我知道的好像是100%羊毛的 就没有棉的那么多的颜色 但是如果你是羊毛的颜色 可能就比较深一点 像这种棕色 还有一个是墨绿色 我记得 我觉得这个比那个棉的质感要好 非常非常多 包括这些就是手的地方 收线头的地方 我都觉得这个是做的更好的 我觉得它穿起来又更 就更有气质 然后这件也是优衣裤的 这件是他们的IDLF系列 非常喜欢他们家这个系列的衣服 我自己其实买下来 我好像更喜欢这个系列 超过U系列 然后这件衣服 我也是之前在购物分享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 大家看了以后 也觉得这件衣服非常的好看 然后这个 它其实是一个领口的设计 你可以这样把它记起来 这件毛衣 其实它是羊绒的 穿起来非常的舒服 羊绒的就是要比羊毛的 穿起来更舒服 就穿起来特别的爽 我觉得羊绒毛衣 我特别推荐大家去买 包括羊绒的打底扇 因为其实是很薄一层 穿起来也一点都不重 很轻松 但是却非常非常的保暖 然后我要给大家讲一下 cost的毛衣 这件也是cost的 这个我之前在我的购物分享里 或者在我的穿搭里面 我都极力跟大家推荐了的 它这个是90%羊毛 10%羊绒的 穿起来也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轻浮 穿起来其实很像羊绒的毛衣 而且它又特别的薄 做的质量也非常的好 这件我其实穿的非常多的 完全没有任何的就起毛球 或者说被勾到这种情况 完全没有 然后这个我是买的中号的 因为它是这种尖的 它其实是落尖的 有点像一个斗篷的设计 所以这个如果买小了 就会看起来没有那个感觉 然后在旁边这个地方 其实是开叉的 因为我今天里面没有穿打底衫 我就不敢给大家看 其实一般情况下 我会在里面穿一个吊带的背心 或者说穿一个白色的T恤之类的 然后再穿这件 就完全没有问题 这件你把它这样散着穿也很好看 把它扎进裤子里也非常的好看 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就是我很喜欢的那种 饱和度很低的那种 紫青紫青的颜色吧 如果说优衣裤的毛衣 是性价比最高的 那我觉得Costum毛衣就是 穿起来像是奢侈品牌的毛衣 质量也很好 就可以穿很多年 超近期我还收了一件Cost的 一个黑色的毛衣 就是这件 这件的材料也非常的好 穿起来一点也不扎 非常的舒服 Cost的毛衣就是买了以后 你会觉得它不会退流行 因为实际上它的款式 都是比较简单的极简的路线 这个裙子我当时一眼就看上了 其实它是一个 算是一个毛衣裙吧 然后它其实做的袖子 是这种夸夸的短袖 所以我一般现在 我里面都是搭一个 黑色的打底衫 或者搭一个衬衣 搭在里面 就是把袖子这边补起来 还有就是领口这个地方 它其实这个领口 比较的张开嘛 就露出锁骨这种 把这个地方 就是有一个层次的感觉了 然后它的裙背也非常的好看 它做的一点点的 这个点点女性化的感觉 我觉得设计的就是刚刚好 其实这件 因为我这两个月 没有拍爱用品嘛 如果拍爱用品的话 这件是绝对能够 进入爱用品的一件毛衣 这件就是优衣裤U系列的一件毛衣 今年也还在出 就新出的也有这个版型 只是稍微换了一下颜色 换了一下花了 然后我觉得优衣裤的 就这种棕色 做的特别好 至少我穿起来 一点都没有老气的感觉 这件其实有点棕色 带一点点黄绿色 然后它是这个袖子 这个地方是收紧的 请看它这个地方是垮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收紧的 然后它的腰线 也是有一点点收紧的 这件我拿的是加小号 如果是S号的话 我觉得我穿起来 可能会更加宽松一些 现在春天要到了嘛 里面搭一个比较丝质的裙子呀 花花的碎花的裙子呀 然后再把这个套在上面 我当时是买了白色和棕色的 最后我留下的是这个棕色 因为我觉得白色 我穿起来有点土土的 这一件其实是前年的 优衣裤的U系列 然后我每次穿这件毛衣 都被很多人问 因为它其实是比较短款的 就会把杜吉尔揉出来嘛 所以我其实不会单独穿它 我里面都会穿一个打底衫啊 或说穿一个小背心啊什么的 然后这件毛衣 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喜欢 因为它的样式真的是太好看了 它是做的这种 你看它打开就是这样 然后其实你也可以把它脱下来 当一个围巾这样围啦 然后因为这件衣服 我已经穿了两三年了吧 所以它有一些起毛球的问题 你们看 这样能看清吗 就有一点点 不是特别的明显 但是如果我近看的话 是能看到的 但这件衣服我真的舍不得丢 我真的觉得好好看 然后这件衣服现在也买不到了嘛 但是我觉得 因为设计是美套 所以它以后肯定会再设计这款衣服的 就如果设计的什么 就请大家赶紧拿下 真的超级好看 而且这个颜色也是 大家最喜欢最喜欢的焦糖色 我每次一穿这个毛衣 我就很想画焦糖色的妆 太飞糖色 然后想说的是这件毛衣 妆容视频里面穿过给大家看 这件毛衣其实不是羊毛的 含了我看看 其实它里面其实含了13.8%的羊毛 但是它其实里面含了9.1%的兔毛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穿起来就特别的舒服 就是摸到 觉得是摸到兔子的感觉 我穿这个毛衣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一点点渣 也没有起静电的问题 我真的很不喜欢毛衣起静电 如果起静电 我会整个人非常的狂躁 我穿到现在也没有起毛球的问题 我只是觉得这件毛衣 可能你要稍微搭配一下 就这搭配一下金饰啊什么的 要不然就会显得单调嘛 然后这个毛衣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把它扎进去穿 扎进去穿一个比较紧身的裤子 搭配一下顾膝靴 我觉得会非常的好看 了解我的肯定都知道了 我特别喜欢这件毛衣 这件毛衣是我真的非常喜欢的颜色 特别是你看现在在阳光下 就是有点那种白裸白的感觉 就显得整个人特别的温柔 它其实在有些光的折射下 又会显一点点的粉 但是它实物其实不是粉色的 它其实是一个裸色 然后这件毛衣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 它的材料真的是很普通的材料 而且它价格也摆在那里嘛 就比较便宜的价格 它的这个领的这个地方 我也很喜欢 就这样散下来的 然后袖子也是我喜欢的 就有一点滑滑的这种袖子 然后这件毛衣就是随便你搭什么 都会好看 不管你搭什么样的外套 不管你搭什么样的裤子 不管你是搭裙子 还是搭碎化裙 都会很好看 唯一它的缺点 我自己觉得可能就是 材料的问题吧 我有时候穿它的时候 就是很轻浮 很舒服 但有时候我会觉得 有一点点静电的问题 但是接于它的价格 和后来它又出了 非常非常多的颜色 对我可以原谅它 这件毛衣 大家就不要想说 要穿很久 大概就是穿个一两年 可能就不行了 因为它没洗一次 因为它的毛的问题 它没洗一次 就会起一些这种毛球啦 现在还比较小 但是我担心就是 比如说我多洗几次 它就会起比较大一点的毛球 这件毛衣 其实也跟我刚刚那件毛衣 有一点点相像的地方 是它们的颜色 这件其实也比较偏米色一点 然后我很喜欢这件毛衣 是因为它其实是百分之百羊毛的 所以它的材质又很好 然后它的颜色又是我喜欢的 唯一就是它的这个领呀 就不是像刚刚那个领 是从这儿下来的 这是一个第一领 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冬天的时候穿第一领 打外套没有那么好看 就除非你里面当然叠穿了 叠穿一个衬衣什么的 但是这件毛衣 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 它的垂坠感也很好 这件毛衣我其实是很喜欢 而且我最近想把我的衣服就是尽量颜色稍微固定一下 我不太想有太突兀的颜色了 就早上起来也不用经常在想搭配什么的 套上就可以穿 像这种裸色的毛衣 其实搭配那种开衫也会非常的好看 这件开衫我是有推荐给大家的 然后如果你是里面穿刚刚我那件也是很OK 就是完全可以配起来的那种 就看大家啦 就是因为我买其实是纯粹是因为它的样式 因为它的材料真的很一般 它材料并不值这个钱 但是我自己是很喜欢 所以我买了 因为我觉得很很好看 就是很摆当 是我喜欢的那种比较夸一点 然后舒适一点的风格 好 然后我想给大家说一下 我的几件Massimo Dudi的衣服 我还买了蛮多他们家的毛衣的 一件就是这个 是我在黑五的时候买的 其实我买它主要是因为它的颜色 因为今年非常流行紫色嘛 当时看见这个颜色 我就觉得说 哇 好亮的紫 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紫 但是我买了以后 我会发现它其实是渣的 比如说我现在穿着 就真的能感觉到渣 刚刚那所有的毛衣 我都穿上的时候都没有感觉渣 它比较适合比较干练液的搭配啦 就是如果因为它已经颜色 它颜色已经比较跳了嘛 所以说你把它扎起来 搭配个裤装那些 就会整个人你就已经有亮点了 我如果选这件和Course那件比较饱和度 比较低的紫色青色的话 我可能会选那件 因为我觉得那件会比较好搭一些 这件就是除了它的材料有一点点扎以外 它还没那么的好穿 这件也是Massimo Dudi的 这件我其实非常的喜欢 我其实现在穿上我也觉得好好看 而且这件就是买来以后春天也可以穿 因为它是非常温柔 然后非常有朝气的颜色 我很喜欢它的配色是它的这个绿色白色和粉色搭在一起 真的非常的好看 但是我觉得它们家的毛衣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比较渣 就是你里面需要搭一个T恤 或者搭一个衬衣来穿 这件我之前是搭了一个格子的衬衣 也有一点点的绿色 所以就把这个地方很好的就是串搭起来 如果说其实毛衣不只是看材质了 其实它的这些拼接啊那些也很重要 因为像这种可能就不太好打 这件毛衣的牌子其实很神奇 它其实是一个做睡衣的牌子 我好像是去年买的了 像这件毛衣其实也是一个睡衣 是一个居家服了 但是我是会穿出去的 因为我觉得这件毛衣如果是在早春的时候穿 就是单穿会非常的好看 因为它其实是非常宽松的嘛 所以如果外面再套一个比较紧的外套 其实是套不进去的 但是其实我有时候就是大牛在裤 就这样出去 而且它又是就是特别雪白的颜色 看起来就是有一种 就是过冬天那种下雪的感觉 我又可以当居家服 又可以穿出去 然后我要给大家说几件开衫 因为我其实开衫里面 我经常会配的其实是T恤 但是我的T恤都已经 我最近要搬家我都搬去新家了 所以就只剩这件衬衣了 我觉得还是OK的 我自己是觉得这个衣服很好看 我非常的喜欢 就它的整个配色和它这个格子做的 我特别特别喜欢 但它的材料依然也不是很好的那种 但是因为它是开衫嘛 我并不会单独穿它 所以并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衣服我也洗过了 洗了以后也还是这样 就是因为有些毛衣它是上了浆的 你刚拿到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版型很好 但是你洗过一次以后 你就会觉得 怎么突然变形了 或者说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配色 这个配色更不用说了 你叠穿大衣啊 或者说叠穿风衣 露一点点在外面都会很好看 而且就是在早春的时候穿 也会非常好看 就适合春天秋天冬天 三个季节都很适合的一件开衫 这件衣服是优衣库U系列的 然后这个其实是当时特别特别火的 那个姜黄色的开衫 现在太阳真的好大 我自己是觉得U系列的衣服 我买S号都大了 所以我后来就直接买加S了 但是这件我只刷到了S号 所以我自己觉得穿起来是有点大了 就会有一点显得臃肿啊 所以说那里面的搭配就只能超简单的 要不然就扎进去 要不然就是配一个小T恤什么的 比较紧一点的T恤 我自己是觉得这件衣服比较挑人 如果你的肤色比较暗沉的话 这件衣服可能你就不太适合 所以我觉得这件衣服 我其实不是特别的满意 相对于其他U系列的衣服来说 这一件我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喜欢 这件是我唯一留下来的Topshop的毛衣 其实我自己觉得Topshop的衣服 就有一点点容易质量没那么好的感觉 我自己觉得毛衣如果短款的话 就会比较好搭嘛 因为你看起来身材比例会比较好 你也不用再扎进去啊 或者再想什么配搭什么的 然后它的花纹那些也非常的经典 然后这个颜色也超级好看的 这个颜色就是你在秋冬穿真的是一抹亮点 但是你看这个我刚试的一件U系列的毛衣 给大家 这件其实就亮度就更高一些 我觉得更调肤色一些 但是我觉得这件其实就有一点比较沉 我觉得这个颜色其实就更会显得你的油色更好 其实Topshop一直在出这种比较类似的毛衣 这是我哭去的四季 这是我哭去的 可以不 你别动呀 你这样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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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这样录个几秒都可以了 转身 你高一点啊 这后 这后来一点 你这时候回来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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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哭去的 离我 可做的